当谣言在街头巷尾发酵 这个人二十多年前杀了人 现在还要杀更多人 我希望你下去死 我没有死 罪恶侵害人至亲至爱 我女儿当时才十三岁 她能不上当吗 我要告她 我要告死 花言巧语让人脱下防备铠甲 他们这个人 是他们先开始的 万丈深渊 亦无回头路 犯罪者肯定是抱着某种仇恨的心态 这只是一个开始 不可饶恕的罪恶 星期一至五 晚上九点 八频道 你也可以上Miwatch 免费随情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